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把年风暴的时候我做基金也不是很烟亡 走得快 所以美国人像我这把年纪很烟亡 如果你要投资 你不投资也不可以 为什么 你不投资 你有你那个钱放在银行里面给通货膨胀吃掉了 退休人士最怕就是通货膨胀 你的FD一年多少 2.5% 通货膨胀最少都4到50% 你那个2.5%都不够给那个通货膨胀4到5%吃掉了 等于说如果你不投资 你的钱放在银行每年的钱越来越少 当然钱没有少 不过你的购买力就 当你钱是一样 购买力少了 等于说就是少了 等于说退休人数好像我这样子最怕就是通货膨胀 这样应该怎样做呢 要投资又怕输钱在股市 不投资又给通货膨胀四五%吃掉了 这样我应该怎样做呢 真是进退了难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因为我本身是退休人士 我本身是六十岁左右 我当然明白你们这些人的促进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子做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股值 能够给你dividend yield 股息 每年股息8%的回收的话 You are ok 8% 比如说每年有得到8% 如果通货膨胀是4到5% 8% 我还有 通常的通货膨胀计算是3%左右了 那天我的人很奇怪 踏脚车exercise 那踏脚车不是可以坐着踏脚车 我的人很奇怪 踏脚车 踏脚车 无所事事就拿那个计算机来算 算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通货膨胀每年是3% 就是世界所功能的话 我就不相信 我们在这边通货膨胀多少 我就来算了 我就用1969年的时候 我在马大肚子的时候 当时是学生嘛 所以当时就在8到0的177啊 147啊 吃炸饭 当时的炸饭是 你知道多少钱 一叠吗 八脑钱 比较丰富一点啊 博士所说的五脑钱是不丰富的 博士所说的五脑钱是不丰富的 博士只有两个菜罢了 八脚钱啊 两个菜一个猪肉了 有个排骨了 博士啊 你是吃五脑钱啊 这我演完了 当时 一把我就可以演 一把 不能我讲八打零吗 啊 啊 啊 很年轻的 一定是 很多不不的 也很难受 也很难受 能力的 出现 这个参与这位 人就会拍照 此外面 能力的